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这个游戏的背景 所以它的画荒也是血腥诡异 而玩法呢结合了寻找物品并使用的密室逃脱和寻找线索证据再推理犯人的侦探 我们在不同的房间各种找线索和证据还要和不同的人对话并和证据印证证明他是否说谎 每当你找出关键的证据剧情就会发展 而对话中如果选择错的选项很可能就over掉了 打出B 结束了 只有不断的解开线索 洗清自己的嫌疑才有可能达到大结局哦 而结局的剧情不仅出人意料 还有必须玩第二遍才会出现的真正结局 也是非常用心了 多动动脑玩一玩 看看你能不能猜中谁才是凶手吧 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应用市场搜索名字 谎年游戏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游戏使用的手机小技巧 欢迎关注我们 有更多好玩的小技巧 同意包装 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Maxone创意公园